日前新工廠藝術学院 在位于好莱坞新光大道上的洛杉矶戏剧学院 举行2019表演系学生汇报演出 站在曾培养出无数好莱坞明星的戏剧学院的小舞台上 这些明日之星们通过不同的角色表演 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所学 新工厂艺术学院自创办至今已经超过三年时间 期间新工厂培养出了多位艺术领域的优秀人才 可称为是洛杉矶华语娱乐圈演艺人才的摇篮 许多毕业生考入了国内外的著名艺术学府 如中国的北京电影学院 上海戏剧学院 美国的德州艺术学院 呈现艺术中学等 还有许多优秀同学参与了好莱坞电影 以及中美合拍电影电视剧的拍摄 学员们还经常担任洛杉矶各大型网绘的表演家庭 我在新工厂学习了两年 然后我跟亮亮老师演过两个小品 那么通过这个表演课的学习呢 所有的学生们都能够在这个课堂当中学习到阅读理解的能力 讲故事的能力 分析剧本的能力 以及公开演讲的一些技巧 那么不仅是通过学习表演能够学习会演戏 而且还通过这些东西学习到很多演戏以外的做人方面的一些 一些怎么说呢 一些道理吧 这次年度汇报演出 通过广告、独白、短剧与小品、电影片段、音乐剧片段、音乐剧等不同形式的演出 展示了新工厂艺术学院表演技学生的风采以及教学成果 毕竟是第一次体验舞台嘛 就是有一些可以为以后积攒更多的经验 这样的话对以后会有很多的帮助 因为话剧毕竟是对一个演员就是非常重要 因为如果你不会演话剧那就不是一个好演员我觉得 那么新工厂呢就是给我提供这样子一个机会 让我就是从既能兼顾学习又能兼顾工作 然后又可以发挥自己在表演方面的一些爱好 我们的教学呢现在也是结合了很多中西两方不一样的方法 像中国的话我会把国内院校的一些中系北电基本的训练方法 绕口令交给大家 然后像我们这边西方的话有我还有Tao的老师 我们会教小朋友很多一些比较寓教娱乐的 更科学一点的更欧美一点的一些 更先进的一些方法 我们Star Factory 超学祝电视之前的观众朋友新年快乐 Happy Chinese New Year 华夏电视台记者好莱坞市采访报道